使徒行传第十章 第十章27到48节 请各位翻开来 使徒行传第十章27到48节 我们翻开圣经 今天我要接续 2月5号我在这里分享的信息 我要继续讲有关 敬拜方面的信息 上次我讲的是个人的敬拜 今天我们要接下去讲团体的敬拜 个人敬拜是团体敬拜的基础 而团体敬拜是个人敬拜的延伸 如果个人不认识主 他不会亲近神 他即使来参加团体敬拜 他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他顶多从别人的敬虔 认真真诚的态度 看到敬拜之人 他的一个外观上的表现 他所感受到的是人的感动 比较不是被神的灵所摸着或者激动 而这种情况不是只有在教会有 如果你去过天主教堂 如果你有经过到庙里 如果你看过伊斯兰教的仪式 你照样可以看到敬虔和真诚的表情 有一次我要到一个地方去 经过一个回教国家转机 其实不是只有回教国家转机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祷告式 许多大的机场都有这个祷告式 就是为穆斯林专用 穆斯林是什么意思呢 穆斯林就是信奉伊斯兰教之人 就好像我们说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跟穆斯林是同一词 只是他们是相信不同宗教跟信仰的 那我就看到很多的穆斯林在里面 在里面 他们在那边的时候 你进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里面一定有一个箭头 一个箭头 请问那个箭头是指向哪里的 指向卖家的 其实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穆斯林不需要有箭头 他们只要在外面一看就知道 哪一个方向是卖家 我们当中现在知道 耶路撒冷在哪一个方向的 请你指给我看 马上有人拿Google 马上有人拿电脑的 那个手机马上一按 对不对 是东南西北对不对 可是穆斯林完全没有这个困难 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们只要眼睛稍微动一下 他就知道卖家的方向 我告诉各位 不见得比我们不虔诚 对吗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虔诚的人 你会有那种感动 会令人动容 我在里面看到他们在那里敬拜 在那里祷告 我真的觉得我们还差蛮远的 可是 整个的敬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们上次提到 个人与主相遇最明显的结果是 个人改变了 请你写下来 改变 改变 我们上次说 个人与主相遇最明显的结果是 个人改变了 弟兄姐妹 只有改变 只有改变 才能证明我们敬拜的主 才能证明我们遇见的主 如果你敬拜多年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多年 你一直发现你没有改变 当然 你的改变可能很细微 所以你自己没有发现 很多人自己有改变 自己没感觉 如果你觉得你完全没有改变 别人也觉得你没有改变 那 我 不知道怎么说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敬拜主 我们真的遇见主了 我们会改变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上次说了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敬拜主 我们认识主 我们一直没有改变 当然我再说一次 改变一定很缓慢 我也不主张改变非常快 因为生命的改变一定是缓慢的 对吗 生命的改变如果太快是很奇怪的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如果你早上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一个柳丁树 上面的柳丁 刚刚才长出一点点小的果子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 你发现上面的果子都长了这么大了 我请问你是怎么来的 挂上去的 这是唯一的办法 对不对 一定是晚上有人去把它绑上去 对不对 去挂上去 否则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是慢慢的 渐进的 但是我们一定会改变 这个是我们上次说到 个人敬拜乃是遇见神 那个时候我们是用使徒行传 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九节 一到二十九节讲到彼得的改变 弟兄姐妹 一到二十九节讲到彼得见到异象 愿意去一个外邦人的家 我请问你 这个改变大不大 大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不过我这一次碰到一个人 我大概知道彼得的那个改变 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学校有一个 收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中国大陆人 他现在在德国拿到博士 你要知道在德国拿到博士 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他在德国拿到了博士以后 一拿到博士就到我们学校来念 来念硕士 来念硕士 他是从严格意义的伊斯兰教家庭长大的孩子 他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 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 什么叫做洁净啊 不是洗干净的意思 他们洁净就是 他们所吃的肉 要经过正式的洁净仪式 那天 因为他已经信耶稣了 已经信耶稣一段时间了 那天他是个姐妹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那我们就到一个弟兄的餐馆去吃饭 我就特别去交代那个弟兄的餐馆说 我说请你不要拿猪肉出来 以后就被他听见了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我还好 我说你可以吃猪肉了吗 他说勉强 他说勉强 我说其实猪肉蛮好吃的 我其实是故意的 可是我知道我这样讲 我只是想试试他 我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我真的是开玩笑 他说对 他说对 他说你们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感觉 他说那个猪肉有一种味道 是你们闻不到的 他说那个锅 他说我们家的锅 是从来没有煮过不洁净的东西 他说所以一个锅 只要煮过猪肉听得懂吗 那个锅只要煮过猪肉 煮任何东西我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我们从来闻不到那个味道 你要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困难 他跟我说 他说有些人 他说有些基督徒就有跟 因为他原来是伊斯兰教的 他原来是穆斯林 他说有些同工会讲话非常的令人难过 他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已经相信了他 什么问题都可以克服 你觉得呢 真的吗 我跟他说你多久才克服 他说我不知道多少次 把一点点猪肉放进去 我就几乎要把我胃里面 所有东西统统涂出来 他说不过我现在已经可以吃猪肉了 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我告诉你 那个锅煮完猪肉之后 你是再怎么洗 再煮一个蛋进去 我都没办法吃那个蛋 所以你要知道 彼得会进到哥尼流家里去这一件事情 是一个天大的改变 所以我才在上次说 个人与主相遇最明显的结果是 个人改变了 当然那个姐妹现在可以吃猪肉 可是我也跟她说 你不要吃太多 她说没有办法吃太多 我一次只能吃一点点 她说我已经不错了 她说我从小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要改变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圣灵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来进到团体敬拜的信息 为什么要有团体敬拜呢 团体敬拜有什么特别呢 请我们很快的要读第十章的 二十七到四十八节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我读一节 你读一节 好不好 我们来读二十七到四十八节 就是我们接下 接着上次讲的 二十七节 彼得和他说话 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彼得说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了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 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原来各国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喜悦 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 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是 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净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不是显给众人看 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 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 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吸起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上次我们从彼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的 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九节提到彼得 在圣灵感动之下去了哥里牛的家 今天我们要看下去 他到了之后就向哥里牛的那些人 解释说我为什么来 之后就问他们说 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 那哥里牛怎么说呢 他除了说明神怎么样感动 他去请了彼得来之外 他说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 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的中心 请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这是我们今天的中心 预备请 敬拜神了吗 我们不是可以自己好好的安静读经祷告吗 我们不是可以用个人宽广的心胸 而且不必大家坐在一起吗 有的人喜欢坐在书桌前面 有的人喜欢喝着咖啡 有的人喜欢在这个海边 每一个人在不一样的地方 你已经可以敬拜神了 我们用宽广的心胸 正常清楚的意识 去遇见神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敬拜呢 当然在这里彼得是要讲福音给他们听 但是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以及以后一直看下去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这些人虽然不太认识神 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 但使徒行传多次我们看见 使徒和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聚会 七日的第一日 他们就聚会 他们一起敬拜 他们一起赞美 他们一起听道 他们一起剥柄 从这边 割离牛的这句话 何等清楚的表达出 团体敬拜的重要性 就是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从这边我们看到三件事 第一件 我忘了讲 团体敬拜最主要的是众人 要 请你写下来 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 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 团体敬拜最主要的是 众人要在主面前听主的吩咐 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分成三段 第一段 从十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我们提到敬拜以前 我们要预备心 请你写下来预备心 预备心 预备非常重要 预备非常重要 有预备没预备差很多 如果你在敬拜前已经预备好了 你想亲近主 你想认识主 想听祂的话 接受祂的引导 那你很容易遇见神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事情预备都很重要 我们当中有人是很会煮菜的 对吗 我请问你 煮菜之前的预备工作 重要不重要 不要说煮菜之前的预备工作 你就是煮饭 如果你想要那个米稍微好吃一点 或者你煮的是杂粮 五穀杂粮的 你先要把那个杂粮 那个五穀米 那个十穀米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所以预备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 其实你得到的东西是不够好的 你想想看 煮一个饭 煮一个菜 做任何事情都要预备 我们需要预备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在这一边 如果我们想要 很清楚知道 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要预备 这些割离牛的亲属密友 都预备好了 所以彼得一讲到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他怎么说呢 他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我们都在神面前 所以预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你预备好了以后呢 完全不一样 完全 完全不一样 我 礼拜天都要讲三堂 我告诉各位 你可能有参加过第一堂 你可能没有参加过第一堂 不一定 你如果参加第一堂 你就会知道 全第一堂唱诗最大声的就是我 第二堂 刚才有一首歌我不会唱 我听了一遍 以后第二 我就不管他我音对不对 我就大声唱了 我为什么要唱诗呢 因为在预备我自己 在预备我自己 我希望透过诗歌所写的歌词 我去体会那个作者怎么遇见神 我相信每一个领会 他预备诗歌不是随便挑的 不是祷告完一番就这一首 对不对 现在已经有几十本诗本了 一祷告完一摸就摸到这一本 对不对 然后拿起来还要先好好的祷告 一番就这一首 不是的 他们在神的面前 他们早就有几十首诗歌 几百首诗歌 他们都先知道我们要讲的题目 以后他们就预备诗歌 我每一首都尽可能地唱 所以我女儿跟我说 最好不要参加第三堂 你听得懂吧 因为第一堂我全部唱完了又讲完了 第二堂我又唱完了又讲完了 第三堂我又唱完了我就没力气讲了 所以我每次到第三堂的时候 我上来之前 我一定把我的皮带再收一格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气撑住 你知道吗 我继续唱 继续讲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预备 我需要预备 虽然我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 但是我需要预备 预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敬拜之中最主要的事情 最主要的人是 请你写下来 我和神 敬拜之中最重要的人是我和神 因为哥尼牛的那个人说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所以敬拜就是我跟神的问题嘛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和神才是敬拜最核心的部分 今天也是这样 你参加这个敬拜 这个团体敬拜 你知道谁最重要吗 你们还不知道啊 谁最重要 我 我和神 是我和神重要 不是领会 不是领会 今天我们的领会领得很不错 很不错 他说第二次领 他说他有点紧张 我说没问题的 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没问题吗 你不要让他知道 因为他不重要 不是 当然很重要嘛 可是他不是我们整个敬拜当中的核心 对你而言只有两个重要的 一个是你 一个是神 我告诉你也不是讲源 这就是为什么 我尽力预备好了 我真的很努力预备完了 我就结束 我就跟主说下面是你的事情 因为他要敬拜你 你要得着他 我只不过是个导管嘛 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没弄清楚这件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 期盼领会领得很好 你知道我们教会为了敬拜的风格 是要唱这首诗歌 还那种诗歌 是这个人领会 还那种领会 是可不可以举手 可不可以拍手 可不可以跳舞 祷告可不可以大声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可是我告诉你 团体敬拜当中 这些都是小咖 我们为那些小咖 影响到我们的敬拜 你不觉得浪费我们的生命吗 我也不说讲源不重要 讲源何等的重要 可是我告诉你们 当我在聚会的时候 我怎么听讲源讲道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讲源 他必须先把他的大纲给我看 看完了我改完以后我还给他 然后他再开始写戏目 然后他写逐字稿 写完之后我又改 改完又还给他 然后我还 然后他又写给我看 完稿之前的时候 我还把他写说这里缺一个例子 你要举个怎么样的例子 这个例子不好 我把你画掉重新再写 包括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我还给他之后 他最后写了逐字稿 他上来讲 我坐在下面 我告诉你 等我开始听他讲道的时候 我的心完全放在上帝 透过他要告诉我什么 我不会觉得说 这讲章我已经看过了 我看过三遍了 他的逻辑都是我给他调过了 我就觉得说 我不需要听他讲道 因为整个敬拜当中是我跟神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的讲员你很喜欢 有些讲员你不太喜欢 不过他们是配角 他们不过是帮忙的 他们不过是协助我们 更亲近神 更认识神 主角是你和神 因为是你敬拜神 不是他们来敬拜神 我们当然谢谢领会 我们当然谢谢领会 我们也谢谢讲员 我们谢谢招待 你知道你来到这里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做好的 昨天早上我在这里录影 我在这里录影 全教会只有我跟陈宏信两个人 他比我早来 把这里桌子打起来 所有东西弄好 架了摄影机在这边 等我来的时候 他说李哥 来你赶快坐下来 我就坐下来 我们在这边录影 录了六段影片 就面对了这个 然后我就说 我们来看看怎么合作 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里的桌子 全部收干净 然后要走之前 我看到下面还有很多的桌子 椅子没有排得很整齐 我就在想 我走了以后 昨天中午啊下午啊 我走了以后呢 我就在想 晚上会有一个天使 拿着一个仙女棒 一直会咻 然后所有的桌子 都会排整齐 然后所有的圣经都会归位 会这样吗 我们当然要谢谢一些同工 比较早来 在这边整理过一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那些都是配角 如果你敬拜被许多事情干扰 我告诉你 那些都是配角 最主要的是你 他在这里说 在主的面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显现 就在这里 我们要听神的话 其他东西都是配角 你在吗 你有在这里敬拜神吗 第二 我们以安静唱诗 祷告读经来预备心 这也是敬拜神 请你写下来 敬拜神 这也是敬拜神 这也是敬拜神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在等 在主日敬拜当中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也是敬拜神 很多人在团体敬拜当中 不知道怎么样度过那段时间 有的人在等讲道 有的人在等领会 有的人在等唱诗 有的人在等散会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里面每一个节目 容许我用这样子的词 说节目 其实它不是节目 或者是程序 都是为了预备心而设立的 而它本身就是敬拜 我其实每一次 为什么我前面要唱 这么大声的诗歌 或者我这么投入 我相信 我永远是那个 领会最喜欢的会众 因为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叫我举手 我就举手 他叫我拍手 我就拍手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在那个当中 体会到神就在我们当中 我其实做一个讲员 我损失不少 对吗 因为我讲道给你们听 我听不到别人在讲道 当然感谢主 我偷偷的告诉你 神早就已经给我了 这篇信息 他已经得着我了 可是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损失 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坐到那边听 我必须再来这边讲呢 所以我就后来想一想 我一定要在前面敬拜神 所以我在前面敬拜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 其实我敬拜神的时候 我已经满足了 我已经满足了 我第三堂敬拜神完之后 我就跟主说 最后一场 咱们好好讲完了 我回家休息去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敬拜 这个叫做敬拜 你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 他是那种很容易起来的 灵里面 有些人比较慢的 所以在前面的二三十分钟里面 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人 都到了一个地步是 我知道神在这里 你不要举手 心里面举就好了 你真的知道神在这里的请举手 感谢主很多人 神当然在这里 神当然在这里 可是我也必须说 很多人不知道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接受我们敬拜 神在这里跟我们来往 有的人跟别人是很容易熟的 你知道吗 不认识的人他也很快熟 有的人是很慢熟的 很慢热的 他就是很好的朋友 他也嗯了半天才开始讲话 对不对 我们不一样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彼此在唱诗 祷告 预备 让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朝见神 而在敬拜当中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 那就是领受神的话 领受神的话 在使徒行传的这二十多节当中 二十二节当中 有十节是在 记载彼得的讲道内容 你就知道 在这一个整个的聚会当中 最要紧的是领受神的话 领受神的话 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 讲到彼得讲道的那个内容 三十四节说 彼得就开口说 所以在一个大家都预备好的情况之下 彼得就开始说了 所以第一 神是透过先知讲道来吩咐我们 先知讲道 神是透过先知讲道来吩咐我们 先知是代替说 不是预先说 我想我们教会弟兄们大概都知道 先知不是预先说 先知的中文 不是未卜先知的先知 先知Prophet是代替说 那个Pro是代替的意思 Prophet是说 这是代替说 所以他们是替神说 所以神透过先知讲道来吩咐我们 不知大家帮我们说一言 他乃是要告诉我们说 神要我们做什么 当我们预备好了之后 或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唱诗 祷告当中预见的主与主相遇 我们就来到主日敬拜 或团体敬拜的核心 就是领受神的话 就是领受神的话 彼得在他们当中讲起神的事来 讲起道来 弟兄姐妹讲道一直是千年以来 基督教敬拜的核心 特别是在马丁路的改教以后 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机会 是借着讲员把圣经讲解出来 其实旧约他们就开始 以色列明就听先知讲道 到了使徒行传这里也说 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 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神先让一个人得着 然后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领受 预备好了以后 在这边有系统的 跟大家稍微做一点说明的解释 我想我用过去的人一个比喻 可以让我们明白 个人读经敬拜祷告亲近神 就好像我们每天吃的饭一样 那么你主日崇拜来一次 就是每一个礼拜进餐厅一次 进餐厅一次 请问 请问 你比较容易记得餐厅吃什么菜 还是比较容易记得 你每天吃的饭菜是什么 通常记得餐厅对吗 可是我问你 让你生命一直维持很好的 是每天吃的饭菜 那你说到餐厅去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到餐厅去 有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我要是跟一些姐妹们 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边吃 就说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 然后就说怎么做这道菜 你听得懂吗 就说原来这个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以后回去呢 就加一点什么 加一点什么就可以吃 就可以做成了 所以我一直要求我们的讲员 请你不要做太高深的菜 因为我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们都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请你讲道的时候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话 请你不要创世记选一节 民宿记选一节 尼西米记选一节 以赛亚书选一节 然后启示录选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听不懂 你可不可以只在一段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每一次的讲道 都是一个帮助我们明白神 透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讲的一个示范 一方面我们从他得到神的帮助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 原来圣经是这样解释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就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 而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 我们领受神的话 最主要的内容二 是指向神 讲道最主要的是指向神 讲原因应该讲什么呢 如果你读彼得这边的讲章 或者你去读使徒的讲章 或者你去读旧约很多人的讲章 我们发现讲道最主要的内容 是指向神 是指向耶稣基督 一个讲员在敬拜中 最主要的是引人回到神面前 引人回转向神 不是在教导我们 他不是在讲生活的道理 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 可不可以参加服帽或反服帽 他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学习 知道讲员要讲的是 神要我们听的 所以33节我们一同再念一次好吗 33节我们再念一次 也作为讲员的帮助 预备请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所以我们所讲的是 神所吩咐我们的 我们应当在神面前 领受主的吩咐 而不是讲我要讲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我也要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为讲员们祷告 有一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培灵会 一个教会讲培灵会 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发觉所有的弟兄姐妹 蒙神特别大的恩典 那一天圣灵大大的运行在他们当中 绝大部分的人 你从他的表情知道 他生命得到非常大的帮助跟改变 以后送我开车回家的那个人 回我住的地方 我在国外 他就开车送我 他就说李长老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今天讲到这么多人得帮助吗 那我本来想说他要称赞我嘛 对吧 我就说 我说我不是很清楚 那我也知道我那篇信息讲得很好 但是那篇信息 我在我们这边也讲过 也没这个国效 以后他告诉我 他说李长老我告诉你 为了这个陪灵会 我们一个月前就因为拿到你的奖章了 我们全教会一起读 你要讲的所有的经文 我们小组讨论也讨论 我们个人读经也读这一段 就是为了这 因为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陪灵了 他说我们所有人都为你祷告 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妇女祷告团 专门为你祷告 他说你现在知道 你为什么讲到 大家得到这么大的帮助了吗 我马上想到了 难怪我在临身南路讲到 大家都不得帮助 第三 敬拜之后应该有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 请你写下来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个人敬拜之后他会有改变 他思想改变 他行为改变 那么团体敬拜之后会有什么呢 第一 圣灵充满 彼得到哥尼留家里面去 跟他们一起敬拜神之后 我们发觉圣灵充满 这是第一次圣灵大大的临到外邦人 这个当然是有当时历史的背景 不过当我们看到一群人在一起敬拜 圣灵大大临到那些聚会的人 听到的人敬拜的人 是不稀奇的 因为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我不要说别人说 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 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 因此我也恳请所有的弟兄姐妹 为我们每一位讲员祷告 下个主日是临行见 长老要讲到 请所有人为他祷告 你这一个礼拜只要想到 一次请你为他祷告 说我要为临行见长老祷告 求主透过他 把主要他告诉我的话 告诉我 然后你不要用非常高深的 博士的想法来领受他的话 你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一定会得到圣灵充满 第二 领受圣灵的恩赐 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圣灵的恩赐 就是说方言 当他们听完讲道之后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说方言 今天我们当然也有可能说方言 但是在方言 方言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印证 是印证圣灵的同在 但是今天来看 不是只有方言可以印证圣灵 跟我们同在 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今天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当中 今天有安慰在我们当中 有责备在我们当中 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 有爱在我们当中 都证明了神在我们当中 领受圣灵的恩赐 两个礼拜前 我在西班牙的一个地方讲道 一个地方讲道 讲完了我就出来 我就出来 有一个弟兄送我 他就开车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今天听完讲道 他说我领受到一个神 给我的恩典 我就说我很开心 我就说什么事 他说我要把我的餐厅关掉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的餐厅 已经两年没有赚钱了 我所赚的钱是打平 就是我所赚的钱呢 就是扣掉租房子 扣掉请人来工作 然后扣掉那个成本全部打平 他说这两年来呢 我们都是 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做白工 他说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赚钱 就做白工 他说可是我舍不得关掉 因为这个餐厅曾经排队过 听得懂排队吗 曾经排队过 他说排到一个地步是 他们必须跟后面的人说 今天我们只能卖到这边 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吃 这样 曾经风光过 曾经赚过钱 他说我关掉了 怕没面子 他说我现在才五十岁 我怕没事干 他说可是今天听完道 神很清楚的告诉我 把他关掉 我跟他说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 你要知道我很怕这个事情 对不对 人家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都说是我说的 我哪里有说呢 他说不是你讲的 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他说我告诉你 我这个月就关掉 今天是几号 今天三十号 明天三十一号 他就把电关掉了 他听到到现在只有两个礼拜 他把电关掉了 他说全部不要把它盘掉 你要知道这样最后一个是很大的损失 对不对 买的时候都是钱 卖的时候都是垃圾 对不对 全部关掉了 但是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我后来陪他一起祷告 我说主真是恩待你 留的青山寨怎么样 不怕没柴烧 第三 如果当我们敬拜完了之后 应该有的结果 就是我们会称颂神 我们会称颂神 敬拜带来敬拜 更多的敬拜带来更多的敬拜 深的敬拜带来更深的敬拜 当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 听他的话之后 我们会更爱他 更想要敬拜他 更可慕敬拜他 而且人会不想离开 我到那个纽约 那个布鲁克林那个教会去 你知道那个聚会完 他们要赶人 才可以让人离开教会 因为大家还在排队 你这一批的人全部出去 我们下一批的人还要进来 只有祷告会他们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祷告会之后 没有再有祷告会了 大家都不走在那边交通交通交通 就在讲上帝的恩典 你注意 如果我们在这边得到 真的敬拜很开心的时候 你也不会马上要走 对不对 要跟别人讲说 哇怎么样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敬拜之后 应该会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会称颂神 第四 多人信主受洗 我们前面提到说 我们的敬拜 跟别的宗教的敬拜礼仪 有一些雷同的地方 但是石林以前 在我们当中做部长的时候 他说什么 主日敬拜不仅是信徒敬拜 主日敬拜也是一个见证 那当然嘛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 如果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如果我们更多的称颂神 当然带很多人信主 受洗 所以在神面前 听主的吩咐 会让我们更多的 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团体敬拜当中 可以预备心 领受神的话 并且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盼望下主日 当你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不是九点十分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约了 我们几点见面 九点五分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九点五分 那下个礼拜 我们九点五分见 请我们一起起立 起起立 我们一起开口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的心祷告 我们请勤坛 刚才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不唱 我们就在勤生当中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仰望 让我们来恳求 让我们有教会 让我们可以有团体敬拜 让我们除了在个人的家中 自己敬拜之外 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 一同来敬拜祢 求祢让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 我们不仅预备好 我们听了祢的话语 我们就改变 谢谢主 主啊祢知道我们 喜欢祢的话 喜欢遇见祢 谢谢主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